108拳大運跆拳道對打 今天在無縫科大展開賽程 亞運國手林婉婷 這回是出戰拳大運 在公開女子組46公斤量級 與文化大學陳彥化並列銅牌 未能挺進金牌戰 林婉婷也表示相當遺憾 其實今天的狀況 沒有理想的這麼好 然後也有些實力沒有完全發揮 難免會有點遺憾 因為都可能是最後一次大轉盃這樣 林婉婷在上午第一場比賽 與對手得分相同 4比4進入黃金得分賽 林婉婷在倒數8秒的時候 提到終端得到2分驚險獲勝 可惜在準決賽氣勢無法延續 20比28輸給中正大學林又婷 我想她的實力一直都很穩定 那可能在今天的表現上面 那可能她的對戰表的這一個區塊 都是一些老選手 也都是跟她競爭非常長期的一段時間 也都是國家隊的一些非常優秀的選手 那可能在幾個制定的一些戰術上面 可能沒有落實的很準確的情況下 可能導致這個比賽的一個輸贏 然後我想她也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那很可惜只獲得這樣銅牌 跆拳道今日賽程結束 台體跆拳道隊共擊二通 明日台體小將將陸續出戰 他們也將全力以赴 為小在天更多獎牌 記者趙雲 劉怡璇 嘉義報導 比賽 90 每每次回來 谢谢观看